來到海門天險登山步道 每走一步都要很小心 一旁扶手都已經毀壞 錨釘外露 而地面上長滿了青苔 讓民眾走起來相當危險 登山步道走起來步步都是危險 市議員張奧翰協同立委王振旭辦公室主任李明志 邀請了文化部就用市政府文化決議員共同會堪 經過地方爭取中央將補助2500萬元經費 針對護欄進行修散 大家可以看到後方的欄杆其實破損了一個情形 已經自身所謂的公共安全的一個疑慮 但是因為這一232號才是屬於國定古蹟 除了金融市文化局要做審議以外 還要送到文化部來進行相關審議的一個工程 那我想在這邊今天終於獲得一個好的訊息 就是7月19號要針對於預算來進行相關的一個審查 那所以我們特別邀請文化部的相關的同仁 來到現場來進行判查 希望說文化部跟文化局能夠加快 這個預算審理跟編列的一個工作 那希望盡快來進行所謂的步道的一個修復 避免說民眾來到這個地方 如果一不小心天雨濕滑 那造成了一個受傷 其實都是得不償失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透過文化局的文字局過來做現刊 現在有一個結論就是說 這文字審議基本上已經過了 那預算目前已經收到文字局做審議 必須在7月下旬會審議完畢 那如果順利的話這個工程 這個修探工程會在年底做發報 那這中間的過程也要拜託文化局跟文化部相關的同仁 能夠暫時的修復和維護 讓民眾在這邊油漆修繩的時候 能夠安全一點 不要因為這個修飾不了的受傷 這項修繕工程 預計在年底發包 市議員張奧翰也協調 在還沒有全面修繕前 由政府文化局暫時性的修復 避免有人受傷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